在印度没有一个福寿罗是无辜的 今天印度五虎将全是什么是福寿罗克星 为此他们要做一道特色手抓福寿罗改交换 老十八和哥哥将全村摸来的福寿罗刨进铁锅 大勺搅拌 烧开先让福寿罗洗个热水澡 将准备好的老坛生姜压碎 用大铁棒子将红辣椒碾成渣渣灰 另外几个老哥将福寿罗打捞起来 清晰看到脱了一层皮的福寿罗嘎风响 汤锅此时像刚染了绿色的染缸 纯天然有污染 要是喝上一口 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得在地上打滚 五虎就此取材橘子次 乃着性子将福寿罗用针刺挑选出来 看着这硕大的罗肉有没有唤醒你的饕餐呢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 此时只剩没穿外套的福寿罗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诱惑 最后加上一些印度恒河的盛水清洗 此时此刻大厨们纷纷绣着厨艺 这全村最后的晚餐可不能耽误 看到这些材料竟然让我期待起初锅时的样子 此时道上炸了几天油条的黄油下火 道上一堆国产的香料 唤醒沉睡不久的寄生虫 此时香料滋滋冒泡香气四溢 就算是垂死之人也想吃上几口 再道上一些寄生虫爱吃的绿色食材 再道上一些洋葱锦上添花 此时旁边的小孩都怕没劳动吃不了 赶紧上前表示一下 老十八成绩放上免费的叶子提香 再道上祖传的咖喱叶甜色 这样就算印度育厨觉得有毒都得吃上三大碗 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 是时候放进今天的主角福寿罗来 随后再依次放上辣椒和几种泥酱 再搅拌九九八十一下 不出意外的话 这道硬菜和你脑海的样子完全相反 这样百分百元为印度手抓福寿罗寄生盖饭就大功告成 最后撒上一些十五香 让你忘掉什么是寄生虫 只留下沁人心脾的铁锅炖寄生虫 看到这你给这道菜取个名呢 印度五虎也算是辛勤劳总 每个人面前放一个铁盆子 一人一勺咖喱副寿罗 三哥还不忘用手搅拌了一半 吃上一口成鸡送走 这快乐只有一声能懂 旁边的二哥已经按捺不住 要发表几句肺腹之言 为了提高全村人的伙食质量 请他们吃剩下的福寿罗盖饭 二十多年没见过大家吃得这么快乐 终于用上了大铁盆 这么多留守老人 五虎又为老龄化人口问题出了一份力